韩叶痴等弟子元十年,却逐渐被任安乐打动了吗? 当然不是,他虽然是仁义之人,却也出自皇宫,不懂尔虞我诈的话,又怎么能看出任安乐三乱水师的幌子? 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依赖,不过是为了算计任安乐,因为他明白,任安乐,也许就是他对付忠义后的利剑,说什么效仿韩太祖和帝圣天,一家惨案,没人比他更清楚吧? 韩叶出遇任安乐的时候,为他遮风挡雨,可没想过弟子元,所以从这场相遇开始,谁算计谁还不一定呢? 之后,韩叶虽然表面上一直抗拒任安乐,实际上一直帮助任安乐在都城立文脚跟,究其根本,任安乐的三乱水师很关键。 且不说骁勇善战的水师多难培养,光是三乱之众,就很牛了。 要知道,忠义侯的势力盘根错节,皇帝都不敢动,不就是因为他麾下十万将士吗? 虽然任安乐交出兵权,换太子妃之位,但是弟子元韩叶也不想放弃,直到任安乐将忠义侯的儿子下罪,他终于看到了希望,想要肃清朝纲,任安乐必不可少。 所以,韩叶看似给任安乐撑腰,关注他的行踪,不过是怕自己的好奇造人暗害,提前折了。 江南镇灾之时,他故意假装和任安乐亲近,依赖他,看似为了保护任安乐,实则是,那他当挡箭牌,一个是太子的软肋暴露,还有一点是太子爱上女土匪,根本没想好好镇灾,所以他们就不会卯足了劲对付这两个人了。 而韩叶对任安乐的防备也显而易见,在车上不敢入睡,但又非要亲自照顾任安乐,无非是想卖个好,按照任安乐的性格肯定会多想。 至于弟子元,他离京的时候才几岁,哪有真爱,不过是因为青梅竹马,韩叶想保他一命,一旦太子不喜欢他,或者娶了别人,等待弟子元的,绝对不会是好下场。 因此,假弟子元下山后,韩叶未必会有多喜欢他,当然,虽然弟子元是假的,可是十年来,为见面的韩叶都能因为一个身份不断送礼,为何不会因为这个身份娶他呢? 说来说去,都是权衡和算计的感情罢了。